大家好,我是Andy 很高兴第一次跟shin.com的各位独正见面 今次跟shin.com的合作 我会尝试为各位女士去量身顶做一些容易得到又健康的菜式 让大家可以跟你的好姐妹、男朋友或家人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享受飲食那种喜悦 今天会教大家做什么菜式呢? 就是一种可以当作是头盘或小吃的三文鱼踏踏 OK,那为什么我要教大家做这个三文鱼踏踏? 因为这里是一道零失败率的菜式 你试想一下只是三文鱼自身 已经有多少人喜欢吃 现在我们只是想将它的口感的层次更加提升 将它的味道更加升华 那重要啊 这个菜式你可以加很多你的仓衣 那譬如你想是一些亚洲风味一点的 你可以加一些豉油或一些姜肉 那真是一道很好玩得来 又很简单的菜式 那不要说那么多了,我们立即开始了 首先我们将三文鱼切粒 我就切到一粒色仔的大小 但是如果你想更有口感 可以切大粒一点 又或者你觉得你是一位熟女 如果要吃得适合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切小粒一点 老实说这道菜不一定要用三文鱼肉去做 你可以用其他刺身级的海鲜也可以 例如你可以做一些带子 又或者吞拿鱼踏踏 总之大前提就是要用一种你喜欢吃的食材 好,切完三文鱼之后 记得先放在冰箱里 因为你不想它放得太久 有细菌 同一时间我们可以切一些青瓜 青瓜可以加多一点的口感 在三文鱼踏里面 那我们首先 不断刨一点的皮 刨走它 因为皮就是会有很多渣 但是同一时间皮 就会有很多颜色 所以我们不断刨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它切粒了 青瓜粒会为这道菜式 带来一些爽脆清新的口感 而切的大小一样都是随你的喜好 然后将干葱切粒 干葱在这里就好像一首background music 轻轻为这道冷盘再加上一些色彩 为你的味蕾再加上一点的刺激感 然后将一些充满着洋葱味香草 chives 一些香葱切粒 那当你的材料切完之后 就可以将它倒入三文鱼里面 现在我们为这道三文鱼 他他做一个dressing 也是非常之简单 首先我们要加入一些橄榄油 刨一点的青岭皮 再加入一些青岭汁 因为我想要多少少的层次 所以要加入了少少的辣椒醬 不加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加入盐、胡椒粉和糖去调味 拌均匀 最后记得要试一试味 好,当你准备了dressing之后 就将这些全部倒进去 刚才的三文鱼的材料里面 然后拌均匀 最重要是试一试味 老实说 刚才的三文鱼已经很好吃了 有三文鱼肉的质地 又有青瓜和shallot的爽脆感 但是层次还差一点 所以我觉得 加上牛油锅就完美了 其实牛油锅很简单 真的是开了去切粒就可以了 粒均匀 就是用刀放下去 一扭就拿出来 又名叫牛油锅 如果你要撕皮 拿出来慢慢切 那就会搞到吵架 或者牛油锅 已经会变得便宜 最简单就是拿刀 直接在牛油锅里切 打直戒完 打橫戒 然后拿一把羹 直接把它刮出来 如果不想牛油锅变成啡色的时候 记得快点 放一些青檸汁 拌均匀 如果我们万事俱备 就要上碟了 老实说 一个这么简单的菜式 你只要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 当一个头盆serve出去就已经非常之好 但是 我就觉得 如果用一些不同的器皿去装住 就会更加有心思 更加classy 我首先把牛油锅放在杯底 然后加入三文鱼塔塔 最后我在上面加一匙的yogurt 它的酸味令到这里头盆更加开胃 令到整体的口感更加滑身 如果各位女士不怕肥的话 用sour cream其实更好吃 只不过yogurt 就健康一点 轻顺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文鱼塔塔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想要今集的食谱 记得去she.com 浏览他们的网页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comment 也都欢迎你去我的facebook page 或者youtube channel那边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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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